大家好我是雷霆 歡迎收看Debt Trigger的實況影片 那這個遊戲叫死亡版機 中文 Trigger是版機的意思 那我來玩一下 看一下今天有什麼任務要鋪 這個手機遊戲還不錯玩 因為我有建議某些觀眾 他們可能沒辦法 就是這麼長使用電腦 家人可能會管 所以我特地想說 出一下手機遊戲的影片好了 那我現在來一下每天的金幣好了 調一下音量 有點大聲 那這個遊戲真的是 我玩過最好操控的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玩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玩家 我非常建議大家來玩這個遊戲 因為很好操控 可能有的時候 各位玩過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是不好操控的 很明顯 就是我可以玩的 你們可以玩的 這我可以玩的 有些東西 我們可以玩的 我可以玩的 我們可以玩的 我可以玩的 有些東西 別人 那可以玩的 好玩 還可以玩的 那這場的任務就是要殺 你看上面那個酷頭 就是說要殺多少個 不要咬我 靠剛剛什麼事了 我剛剛怎麼沒 剛剛我手殘的 我剛剛手殘的 爬山小孩在地上爬 爬山小孩在地上爬 那我在錄魚的緣故 這個遊戲有點蕩蕩 其實本來應該不是會這樣 應該是不會這樣 一丁點蕩蕩的 大家可能可以看得出來 啊沒子彈 咬我 咬我 咬我殘血了 好這樣就是打贏了 那這個是今天的任務 我看一下 這是我第一次用 手機的錄影程式錄影 其實發現其實不會很難弄 只要照著它上面的步驟 這個不用使用ROOT的權限也可以錄影 步驟真的不難啊 真的 如果各位需要教學的話 我可以做個 手機怎麼樣錄影的教學影片 那我看一下來玩一下這個 那這個 我現在玩的這個是競技場模式 它就是有無限的波數 就是你打完這一波25隻殭屍 下一波一樣25隻殭屍 然後殭屍會越來越強 啊這個裡面還會出現BOSS喔 BOSS很大隻 裡面BOSS超大隻 來走BUG點 我記得這邊有個BUG 唉唷 找到了 我來玩BUG 這個BUG就是殭屍咬不到你 可是你打得到殭屍 這樣玩其實有點沒有樂趣 因為殭屍很像在跳舞 你看 奇怪的殭屍 跳舞 啊他們在爆爆 爆屁啊 你拿獅子弓對著你 你當著我的面在那邊親熱 你這樣對嗎 像話嗎 你媽沒教你羞恥心嗎 跑怪 啊用爬的給我用爬的 晃三小啊 晃三小啊 吃搖頭碗 你是吃 客藥還是怎樣 幹這好噁心喔 在蠕動 你看他在跳Tango Tango Tango 還跳Tango 又用 Tango 算了用這個 我還是忘記帶一般小型的補血包 我這是因為剛剛抽獎 這個抽獎抽到時候 他會主動幫你把那個 設備 就是假如說我抽到手榴彈 他直接幫你裝備手榴彈 假如說你原本都沒帶手榴彈的話 所以你就會忘記 像我原本只是帶小型的 不用帶一次子補 好像一兩個而已 他是他這個紅色的 就是 我 右手邊的那個手榴彈上面那個 那個是一次把血補滿 我這樣玩超爽的啊 這根本就 這個Bug點大家可以來找看看 這個地圖 然後盡量等殭屍很靠近再打 因為這樣 他們掉的東西才不會掉到 那個太遠的地方撿不到 這樣你就要跑到Bug點之外 然後你還要重新回去找Bug點 就有點麻煩 噴汁 番茄汁 噴汁 噴汁 哇這邊 喜歡他們的南瓜頭去哪裡拿 還蠻可愛的 是誰幫他們帶的 他們自己帶的嗎 就在跳天國 感覺蠻想起的 算了不要再玩Bug點 一直玩Bug點 感覺有點 變態 接下來這一波打完我就關了 因為 如果我錄太久的話 影片也要傳很久 我沒那個美國時間傳那麼久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 對這個遊戲的實況有什麼感想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我以後可以繼續找時間出手機遊戲的實況 畢竟我現在已經知道怎麼樣錄手機的畫面了 所以應該不會彈 沒有爆頭 爽虐一波 沒有爆頭 那大家注意這個遊戲裡面的子彈是絕對不會用完 哎呀被咬到了 因為他們一定會在你子彈用完之前 掉子彈 欸這邊有喔 靠 該死 除非你真的太白目 把所有子彈都打在地板上 才有可能把子彈用完 不然他絕對會在你子彈用機之前 給你適當的彈藥 所以子彈盡量用沒關係 還有一種狀況子彈會用完 你拿那個 最爛的衝鋒槍有沒有 子彈全部往BOSS身上打 然後BOSS可能還沒死掉 你的子彈就用完了 而且你只帶一把槍的話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 打BOSS的同時 順便把旁邊的小隻給打死 然後電腦會判斷說 因為你已經剩的彈藥量很少 他一定會很快就給你彈藥 所以打BOSS的時候 記得 一定要 適時的把旁邊的小兵收掉 哎呀靠 在我後面 八三小 哎呦哎呦 靠咩 這一場都會打不贏 打贏了 那今天實況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可以直接退出 來吧 好 obviamen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